接下来就说你 很多女生跟主持人都会有这样的对话 赵春每次都问女生说 这男生都这样了 那你还要他干嘛 这女生马上习惯性的就是 那他有的时候对我也很好 但我要提醒你的一点是 我们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没有谁是十恶不赦的人 他当然会有对你好的地方嘛 如果他一点都对你不好的话 你找他干嘛 你不是眼瞎吗 所以当你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对我不好 但有的时候又很温暖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放弃 你就应该抓大放小 就是你在乎的他能不能给你 如果你在乎的他不能给 放心 但如果你在乎的他能给 但他又有一些 你不太在乎的小缺点 那我就可以坚持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 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但他好矮 矮重不重要 不重要 我不那么在乎这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 相反另外一个女生说 这会影响下一代基因的 我就喜欢个高的 那他有他的标准 那他就找一个个高的 所以你要明白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不可能要一个又全身贯注对你 又为你付出两年 又能在水里面把你捞起来背着 所以你要问清楚的就是 我要的是什么 他能不能给我 他不能给我我就放弃了 如果他只是有一些 我不太在乎的小缺点 我可以坚持享受 所以人生就是在追求 放弃 权衡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性格 而没有完美的性格 明白吗 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坦诚 我就这么年轻 我做不到那么全身贯注 我情商没那么高 我可能就喜欢跟小女孩打个馋 聊个天 但我也挺愧疚的 我现在还做不到 你就坦诚 你这年纪正常 明不明白 好吧 要的是不是能给的 我给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刘烈 好 谢谢陀老师 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 完全是一个很感性地去思考 所谓的情感问题 思维老师今天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 来观察一段情感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 就这么点小破事 你们怎么就弄不好 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 往往会提出的问题 就这么点的小破事 我们怎么就不行 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 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 老师们说理性地谈恋爱 可以理性地去推演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情感当中 我们很难做到理性 就我们可以很理性地 说一段情感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不然 你变得特别强大了 要不然那个情感 已经变得不像情感了 像你们这个年龄 在我看来 感受是最重要的 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的 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 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 爱一个人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在一起也三年了吧 室友说你对我挺好的 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 我就是想要一个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 我不是就这点小事不碰 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真的有我 如果你还是有状态都做不了 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你不能骗我 任何事我都可以去 来 请关门 他们现在这个恋爱谈得好累 恋爱期间请坦诚一些 对对方 对自己 来吧 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是觉得还可以接着相处下去 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 还是就此打住 说我们可以考虑更好的一种生活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小花童有请 谢谢 好了 请回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是我计较还是她没长大 她作为一个男人呢 整天就是创业 我跟孩子她从来没有管过 她回来衣服一换 鞋子一脱 还得我收拾 那跟她说钱呢 就是我物质 都说嫁了一儿子 我觉得我嫁了一孙子 家庭分工啊 是婚姻生活很重要的环节 看来你们是没有明确好各自的角色 该养家的钱要交 该干的活要干 你不惯着她 她才能长大 好